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现场同修 还有全球各地 连线共修的 法有圣心大德 大家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今天这个阶段 我们就是 要来做这个 修学提问的解答 我们抓紧时间 立刻开始 尊贵上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一个提问是 来自台南的同修 他的提问是 其实上师 有圆重梦境中出现 已经过世多年的 至亲长辈的弟弟 出病的场景 那这个同修 跟这位亲戚 不胜亲近熟悉 为何会梦见呢 普渡即将到来的时期 是否是在特别来提醒 恭请尊贵上师 是梦到过世多年长辈的弟弟 是 长辈的弟弟 就是这个现实生活中 你只要梦到这个 过世的人 那就是他一定有原因 不是说就是乱梦 那像今天这个提问 就是梦到自己 过世多年的长辈的弟弟 那就是要去关切他 这就是需要佛法的利益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 平常就是要利益 跟自己有缘的 有情众生 人啊 包括动物啊 包括鬼神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些 有缘的亲戚 朋友 长辈 他过世了以后 他就可能就是在鬼道 可能在落在 这鬼神的境界 那当然也有 往生到净土去 等等的因缘不同 那多半他如果 没有学佛修行 也没有持戒 或者他有学佛修行 就是修假的 就是只有参加 持戒也持不经言 常常破戒违犯的 那就可以判断 他的境界不会好的 他境界既然不好 他也会找有缘的人来帮他 所以透过这个托梦 透过种种的方法 比如说来 就是 透过别人告诉你 或者就到你家里 跟你有缘的才能到你家里 有这样的因缘 才能被批准到你家里 到你家里 给你发出声音 等等的 让你去注意他 希望你能够超见他 或者用佛法来利益他 一般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我们学佛修行 还有一个 就是梦到这个 像今天提的这个梦 那就是佛菩萨慈悲 就是希望你 以佛法的功德 去关切 这现世的人 以及 这梦到过世的人 那如果梦境中 你梦到 这个人 他已经是往生了 往生了 现实生活中 他往生 梦境中 又梦到 他再往生 又再打灵堂 再出病 或者又看到他大体质 这就是 现实生活中 他已经往生 你梦境又梦到他 又往生 这就叫死又再死 对不对 境界就不好 一般就是堕落了 已经舍罢了 然后又堕落到 更糟的境界去了 那一般这个就是 你就是 就是尽量 给他诵经 回向 或者给他做功德 请僧团 法师 修超度 今天你帮他 他当然不求回报了 但是你一定有善报 改天 自己也有天年已尽 舍罢往生的时候 那自己呢 就是差了很多的功德 又有很多的罪业 那结果跟你有缘的人 然后受过你利益的人 就帮你一把 帮你诵经 修福 超见 结果一下就把你拖上去 起码 不要掉到三恶道里面 帮你拖到天道 再说 或者直接 就是你自己发愿 然后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 在阿弥陀经有讲 不得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生彼果 你平常做这些善行功德 如果不够 又没有发心 那你是没有办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些 平时我们做的这些 发心 修福 种种造作善功德的福德因缘 你现在在做 不要怕辛苦 你都是为了自己做的 点点滴滴都修到自己的身上 你知道你今天去发生 把这鱼的 把它放到湖里 把这螃蟹的绳子 绑它的绳子剪开 把这个鸟的铁笼打开 你做这些动作 太阳很大 又花钱去做的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一点一滴的动作 全部都修到你自己身上 你点点滴滴都在 削自己的业障 结自己的善缘 增自己的福慧 它也奠定你来世 投生的境界如何 你眼前如何修 你来生境界就如何好 所以聪明的人 上智的人 活着的时候 他不用这个宝贵的 八侠 十元门的 人身宝 来造业 造孽的 他活着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身体 不断的去行功利得 修持佛法 自立利他 那是第一会想的人 第一上智的人 你要说他要 他要为自己 谋很大的福利 这是最会为自己打算的人 对不对 你看这个时间 一样的时间 很多人他有习惯 每天 有的人他习惯 是好习惯 有的人是坏习惯 有的人好习惯是什么 他会做早晚定课 诵经修法 父亲的生日 母亲生日 或者长辈的忌日 他都会去放生 他那天就会打栽 他就有这些习惯 那看到出家人 我这朋友前两天才跟我讲 他说我有一个习惯的 你只要让我看到出家人 不管多少人 我一定就供养钱 在他的玻璃 除非我身上没钱 不然我都供满为止 一位都不漏掉 我说你这好 你给自己定这个 就是说他是他的原则 他的习惯 我说你这习惯好 一个人定好习惯 一个人把自己定一个坏习惯 或坏原则 那是天差地别 我说你这习惯真好 你无形中给自己 消了很多的灾祸结 结了无上 种下了无上的福田 所以一个人 你有坏习惯 他说是这样 吃饭的时候 正在喝喝酒 喝喝酒 在世间法日常生活 好像就是无可厚非 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不是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以佛法来看 可惜 喝酒 开胃也好 住心也好 放松也好 都好 喝酒 能以吞咽计刺 你吞下去 一次就算一次 就是喝酒的人 将来会多 饮酒地狱 喝酒 酒醉昏迷 有酒后三十六师 三十六种过失 所以眼前看 到一点红酒 葡萄酒 有的人还说 对心脏血管 保养挺好的 你佛教不要这么严 是啊 佛教最不喜欢 出人家的眉头 扫人家的性 这是要跟你讲 你一天两天 养成这些习惯了 心血管说 有疏通没疏通 不晓得 我是听说 喝酒习惯的人 酒了心血管 会有疾病的比较多 喝酒习惯了 每天就是睡前 一杯葡萄酒 红酒 我们在中国医药大学 办社团活动的时候 那里以前的社长 他自己把医学简报给我看 这是一位每天喝一小杯 就差不多一个 小拇指这么高的小杯的红酒 作为睡前酒 他睡前喝一小杯 然后让自己好睡 然后他脂肪肝严重的情形 这肝肝都白色的 看起来好像我喝个小酒 去睡觉 人畜无害 对不对 你自己身体先伤了 再来你一喝酒 精神患散 酒它会助长 成形和淫欲心 你这人就不会正念向道 所以就慢慢的你就是 你的饮食也好 生活习惯方式也好 接触的人 工作的环境 如果会影响你 生起正知正念 学佛修行 那就是你要改的地方 你看你老接触钓鱼的人 钓鱼的朋友 你跟他谈得很来 邀你来放声 你很挣扎 很抗拒 对不对 那我们常常参加放声会的人 要去钓鱼 办不到 我们最好是来劝钓鱼厂的老板改行 把这些鱼卖给我们 我们去放声 或者送给我们 或者我们来给他 皈依三宝 做加持 是不是 所以人生里在养成 一个行为模式 讲话的方法 做的方法 或者起心动念的方法 它都会导致你一生的祸福基凶 还有你将来人生结束 上升下舵的关键 就在你现在活着的时候 你说重要不重要 那我讲这干什么呢 劝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我只有这个习惯 这个人呢 无论是活着的 或者已经往生的 你能帮他 你就随力随分地帮他 不要再去讲交情 不要讲我这样帮他 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什么代价 就讲一个自立地他的慈悲心 就讲一个自觉觉他的菩提心 我能帮我就尽量帮 认识不认识都一样 当然这个帮要建筑在智慧上 不是乱帮惹一身骚 或者乱帮 帮的根本就不具意义 根本大家都没有好后果 那就不是了 所以说学佛要有慈悲心 去帮助人 养成这样的习惯 也要有智慧心 慈悲智慧它是双运的 好 希望大家都能变成一个 真正非智双运的修行人 好 来 第二题是台中新寿司归的弟子 所做的提问 他想请示尊贵上师 作下实言供是否需要做回向 如果是将这样的功德 回向给他弟子有缘的众生 这样的回向是否太广 会影响自己的修学吗 或者是回向给自己居住处的 地基主 那如何的回向会比较妥善 那做上供 下施 是否有专用的烟供粉 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有啊 那个先讲第二个问题 做上供 就是我们讲的上烟供 下施就是素烟供 上烟供的烟供粉 一般里面都有含松薄 松枝 这些筑发 阳气 然后清净 这个场欲 然后有这种净化疗愈作用的这些烟供粉 一般上供的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在自己家里或者在道场寺庙啊 或者是房屋啊 无论有没有摄佛堂 你如果用这个上烟供去熏香的话 它会把一个夜晚里面的阴气啊 寒气啊 还有那些灼气啊 通通把它进化 以这个好的烟供的气场取而代之 那是早上一日之际 再于成一个吉祥的缘起 所以一般在僧团 熏了这个上烟供以后 自己啊 驻发自己的正念和阳气 然后它会生起道心 生起清净心 来帮助自己安心向道 那有的人 他 尤其是在家的世俗人比较多啊 他就是有夫妻生活 他就是带小孩啊 有夫妻生活 那就有或多或少的就有不清净 那带小孩呢 也有很多的这种喧闹啦 这小孩哭闹啦 不听话啦 患尿布啦 妈妈发脾气啦 这些不好的那些磁场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应该进化一下 所以点这个烟供 上烟供 它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行 它有上供 其实也利益到 次要的也利益到 我们在这个坛场的人 那那个素颜供呢 就是对这个六道有情众生 特别是鬼道众生 他有这个饱足感 有这种药的话 就会疗愈他们的疾病 很多人都说 哎呀 人生短短几十年啊 一死百了 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都是自己想的 你生前你有什么病啊 死后有的时候还带着 如果那个病的业障 没有清静都还带着 你生前如果有胃病 死的时候就有胃病 有肝病死就有肝病 生前断条腿 死后就断条腿 你那个业障跟着你嘛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呢 所以鬼道众生 有很多是很可怜的 他们学佛的时候 也学不好 或者就是不生性 就算是有接触佛法 很多人也有堕入在鬼道 你赶快用这些 有疗愈成分的这些烟共粉 来下施 来共施给他们 然后以精咒的力量加持 希望他们每天 都因为你做这样的事情 得到三宝的利益 那当然呢 我们在诸的地方 有做这个下施研究 除了跟附近的这些 鬼道众生结了善缘以外 跟着地基主 甚至土地公 都有结到善缘 跟着附近的鬼神 也有结到善缘 有人说这样子 会不会引很多的鬼来 我跟你讲 到处都是鬼 那鬼你不用特别引 他到处都是 那这些鬼就像我们 你会问 那这么多的鬼 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我请问你 你出去路上 看到这么多的人 那些人有没有对你怎样 没有啊 他就是他过他的 你过你的 只有什么样的人 会对你怎样 就是有仇怨的人 来找你报仇 来找你要债的 他会针对你嘛 是不是 鬼一样 鬼到众生一样 这到处都有鬼 每个人的家庭啦 街道啦 什么啦 屋顶上啦 地下啦 仓库啦 在佛经讲 七天这个房间没有住人 你家有空房间 七天没住人 那里就有住鬼了 从古以来都是如此 所以做这个焉供 上供下施很必要 可以利益友情 我们心量放慈悲放大一点 要利益他们 跟他的结了善缘 自己又出帐 所以当然也要回向 也要回向 做这种上供下施 有时间的话 你要做前行 皈依发心 似无量心 本尊咒语 一般在做的时候 都要观想 观世音菩萨 六支大明咒 多念一点 然后最少要念 Om Ah Hum Om Ah Hum 加持这个焉供粉 然后念 Om Ah Hum 越多次越好 Om Ah就是净化这个焉供粉 然后阿把它变成 更大更好 更多 更殊胜 多大了 那焉供粉就两个汤匙 因为想就像一个山一样 想你的喜马拉雅山 想这个圣母峰 想须弥山那么大 那焉供粉 这焉供粉里面 都还有很多的美食 饮品 医药等等的去想这些 然后珍宝这些的 然后哄的时候 就给它转化 转化了它们各自契机的供品 它得到这些 共识的这些 焉供品 所以每天都做这样 一个人每天都有这样的思维 发心 观修 回向 所以一个人的心 久而久之 就是积聚了很多的福德 那它的慈悲心也会增长 所以这是重要的修行 然后再把这样的 焉供的功德 毫不保留地来回向 无论你要回向 一切的如母有情众 或者你最近有特别的因缘 地极主 来 所讨 无论是托梦 或者用任何方式让你知道 你就说我这个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 它要七次的焉供 你就说我今天的焉供 特别是要回向给我们这里的地极主 跟菩萨讲也好 回向的时候讲也好 或者就是说我这个焉供要来祈祷 我家里谁生病能够赶快痊愈 或者是 自己有特殊的求愿 做焉供 所以我希望这个障碍消除 到一页增长 学活的瓶颈 能够赶快超越 好 来 第三个提问是台北的同修 常请示尊贵上识 一个义恶重的人 看到任何人事物的当下 都会掀起负面的念头 或是伤害人的念头 那自己也很厌恶这样的状况 但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念 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除了可以开立专案忏悔之外 是否还要搭配怎么样的修行 才能够彻底根除这个问题呢 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这个时候用开立专案 它只是辅助 也不是完全好像针对性的治疗 自己义恶重 要逆想操作 就是这个意念要善 这个时候就是 每天规定自己 发108个善缘 你写好 写在纸上 或者现在有手机很方便 你输入 你眼睛起来 我规定自己 躺在起床前 或者坐起来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要写发10个善念 我希望我今天眼睛看到的人 都学佛 希望这个 我今天 看到的人 他们都有慈悲心 我希望被我看到的人 他都福寿增长 我希望被我看到的人 他身上的疾病都会好 你这样想10个 坐在床上就讲 最好讲出来 最好讲出来 用心 由内而外地讲出来 那起来刷牙的时候 就开始想 我希望所有的人 包括我自己要先 忏悔我的口叶 我刷牙跟嘴巴相呼应 对不对 现在我的口叶都清净 我这一生讲过的坏话 不该讲的 我现在都忏悔 我这牙膏吐出来以后 我再也不讲坏话 对不对 蹲马桶的时候 我希望我身与意造作的恶业 通通都要畅处清净 你在什么地方都养成这样 一天108个善念 那是少了 可以多一点 为什么呢 你的恶念 是多生累劫 串洗而来 不断地这样去造作 导致夜袭深重 到最后很坚固 现在你已经知道 他已经控制你了 你再被他这样控制下去 这个意恶 你在那边连呼吸 什么事都没做 一秒钟两秒钟这样呼吸 你的福分都在消 为什么 因为你起的念头都是负面的 所以这个人到最后会福德消尽 相当重要 所以你现在要勉强自己 为什么我们都要写一些好的话 你看春联 中华民族过年都要写 天增岁月 人增寿 春满乾坤 福满门 横皮还什么好话写一堆 他为什么不写一些倒霉话 但当然要写好话 大家看了 自己看了 别人看了 都吉祥 在道场里面 到处都挂一些好话 佛讲的 菩萨讲的 祖师大德讲的 那些非常珍贵的言教 我们常常来祭诵 多好 有的人 他是用 这个词 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我以前认识一个 玄秘的师兄 玄秘的师兄是一个老油条 讲这样 比他不好意思 在很油 经历很多道场 认识过很多僧人法师 见到我都喜欢讲一些 我跟你讲 最近这个什么道场 什么法师 什么仁波切 他最近又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样做 但是真的又有一点 他又要讲了以后 然后他真的是有一点 偶门的咒语 他就用偶门咒语 来取代 他又知道紧急刹车一下 不要再讲了 可能是他太太教他的 还是他的上师教他 不知道 反而他就要一直讲 一直讲是非 要讲到关键词 他就 偶门的咒语 他就这样 这也可以 你还懂得急转弯 你说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那福都消光了 但是他这样也不是完全好 对不对 他也要起了这样的恶念 才会讲出那一段 到最后才紧急刹车 你修着修着 但你的心这里就遮止掉 那你就是高干了 你就是有修 对不对 所以在你的心这里都纯善念 我真的是遇到一些老禅师 我就是初学佛 遇到一个老禅师 但是就是这样修行的 你说这个人 想办法来骂他 骂得很难听 讲他很难听的话 就一直骂他 一直骂他 然后他被骂的时候 他就不敢笑 对不对 就是这样低头 对不起 对不起 阿弥陀佛 对不起 被骂完以后那个人走 那禅师才笑 问他 那法师你笑什么 他说 我想说他怎么 这么厉害 专程拨一个时间在这里等我 然后规划那么多的话 他一次这样 有条不问的骂给我听 他怎么这么厉害这样 他都不会难过 他就觉得说 一般人心里就起恶念了 对不对 他就有办法去把它消融 把它转念掉 意思是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有 这一方面的时间 精神 还有那样的 说那种能力好了 讲出这么一套 让人家痛不欲生的话 他怎么这么有能力这样子 这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他在欣赏话 这个人怎么这么拨时间出来 这样子 就在那边被他痛骂一顿 自己这禅师自己没受伤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心法 还在祝福这个人 希望他不要再误会了 希望他都怎么样 甚至还帮他帮菩萨懺悔 佛菩萨慈悲 他讲的话 弟子替他求懺悔 因为他不懂佛法 他才会讲这些话 他有一天真懂佛法了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弟子替他求懺悔 有的去懺悔 这佛哲解懺悔 还上乡跪在佛前 替羞辱他的人懺悔 真做 不是做表面的 同学如果常常这样修 用持咒的 要念佛的 还有我刚才觉得 持咒念佛同学大家都有吧 对不对 到你这里都 好像还不得力 你就用我的方法 一天最少一百零八次的好话 不同的人 你就把你那一张 或那个手机那一刻按出来 不同的人你就用 我先送你十句 我心里在想十句好话 你不一定要讲出来 讲出来你觉得你怪怪的 是不是你最近又怎么了 怪怪的 是不是这个头脑也有问题 你就是存好心去祝福任何人 你的亲人 你喜欢的人 你的仇人 你讨厌的人 你就用这样去做 人啊 鬼啊 神啊 来跟你所抱的鬼 鬼神障碍 一样 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过的吗 这有一个印度一个寺庙 他们的传统 在做祈祷的 祈祷以前 先祈寝 附近所有的魔障 干扰的龙族 邪恶鬼神 凶神 等 我皆奉为宾客 我皆奉为上宾 你有这样的修法 就想要饶意他 那你是金儿 就是人啊 鬼啊 神啊 一切有情 你都要有这种饶意他的心 赶快把自己心修好 照顾好 你心如果没有控制好 看到这个也是 尤其你看这个脸上表情 常常都古怪怪的 嗯 这样 嗯 看这个人也这样 看那个 怎么这样 那个怎么这样 他心里都是一恶 只是他比较大胆 比较活泼 作用在表情上 作用在肢体上 或者讲出来 有的人他不好意思讲 他心里都在那边 走了好几圈 都是负面的 你说这人能积聚什么福德 那还有很多的罪业 在他的相续中 所以这是我们不得不修的 你不修的话 你会把自己给毁掉的 你一定得修这个 所以从今天你听到 就要开始把所有的好话都规范起来 你说有的时候紧急状况来不及想好话 尤其开车的时候 看到人家乱开车 那真的是很火大 有没有 那你就记一个 愿诸众生俱足乐与乐盈 愿诸众生永离苦与苦盈 愿诸众生常作无苦妙乐 愿诸众生正愿情平等觉 就四五亮星 你就专记这个 因为这个四五亮星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地点 它都能圆满自他二利 它都能去承办自他二利 当然或者一句佛号 它也蕴含了无量的功德 祝福的功德在其中 加持的功德在其中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但是有的人佛号念的已经僵化了 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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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都没有阿弥陀佛 对不对 他嘴巴在那边讲 就像我刚才讲 那个师兄老密 他嘴 心都没有被带动 所以你就要去想 想那个好话 你这样的思维会从你心里讲出来 发出来 应该看那个好话的意思 是什么 所以这很重要 一阵子还要再换一些好话 一阵子还要再换一些好话 去祝福别人 到最后你这个人真的是平安又吉祥 因为你常常散发这样的磁场气场出来 你所在之地真的是消灾化解 在你周围的人都能够获得莫大的利益 来 还有呢 接着第四题是台北的同修 想要启示尊贵上师 弟子得过忧郁症 在上师三宝加持之下完全康复 但思想中还是常常对自己没有信心 容易起烦恼 负面思想的问题 启示上师 这是否是忧郁症的雨夜 夜暴中的等流果 也因此难以对佛法正思维如法实修 那其实上师这样子的同修 除了要多亲近上师道场正念的同修之外 还可以如何来做调整 恭请总归上师慈悲开示 你这位修行要认真一点 这位修行有点散漫 这个就是养脏上师三宝的加持 把他忧郁症加持到 这个业障都解冤事结一个肉干程度了 所以他现在都忧郁症都好了 他说完全康复 那你要说还有一些残余的余业 就是说有的时候心情都负面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思维今天一个人 他的心 我们这个心最本出的面貌 人的心本出的面貌 就跟普贤王如来一样的 他就跟佛一样的 那何至于你今天 一念的分别执着 然后一错再错 错不知凡 何至于把自己的心性弄到犹豫症 你这中间得经过多少造罪造念的过程 你想过吗 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损人 有的时候还不利己 你看你要利己多少才把自己弄成 犹豫症 或者你去伤害过多少人 让人家痛苦 那种痛苦的业作用回来 自己莫名其妙会痛苦 我听过好多人 他说他早上起来 或者睡个午觉起来 就痛苦 就觉得现在是不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到了 我这样讲很多同学 你没有忧郁症 或没有这种痛苦的人 你很难体会 怎么会这样 想开一点 往好的地方想 对不对 听个音乐不就好了吗 你会这样觉得 他没办法控制 他要好几个小时 他常常会痛苦 你就知道你过去带给人家多少痛苦 那最愚痴的就是 你常常带给人家很多痛苦 现在作用回来 自己没来由会痛苦 你还在造作恶业 还不持戒 都不知道怕 那你后面的痛苦 那你后面的痛苦就没完了 所以自己要懂得厉害 不要把自己毁掉 所以同修这位 就是很恭喜你 你这个忧郁症 躁郁症都好了 你说还有残余 常常起负面 等等那些 这就是要修行 这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要修好行 我们修行不要修到僵化 比如说要修 放生 我要放生 戒杀护生 我今天要出放生钱 我捐一千元 随喜一千元 你那要起这个心 就要教那一千元 要想希望这一切的如母有情 都能离苦得乐 把这份祝福 透过这一千元的布施 一直到真的这个生灵都解脱 而且得到佛法的利益 为止 他都能得到你这份祝福的暖热 你的心要生起那样的发心 要给它相续下去 不要可惜你的布施 你都没有那份发心 捐钱 供养物资 这种布施行 捐钱的人功德大 还是随喜的人功德大 我以前问过大家 这很难算嘛 对不对 一般捐钱的人就是捐 你们到场这个柱子 都已经坏掉了 修一个柱子多少钱 三十万 那我出了 然后又到佛前 跪着那边 禀报 回向 希望佛法永住 等等的利益人间 利益人天 在那边 如果他布施的 这个过程 被旁边的人看到 而生起一份随喜 我真的也很想有一天 跟你有一样的功德 这样 你觉得哪个功德大呢 那三十万的柱子 有功德吧 它是有的 后者他看到 他生起随喜赞叹 哎呀 三十万很多 对我来讲 一个上班族 蛮多钱的 他就这样捐出来 而且他还这么谦卑 到佛前去跪着回向 希望这个寺庙 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 但是就是触动到旁边 看的人 惦到他了 惦到他以后 他就是生随喜 哎呀 我佩服你 我赞叹你 希望有一天 我能跟你做一样的事 得到跟你一样的功德 哪一个功德大 两者都很难估计 前面一个人花三十万 他一定有功德 他就盖了一个寺庙的柱子 第二个人 他生起这样的心 你怎么算他的功德 那也不可思议 那比把他叫过来 我跟你讲一篇道理 都不一定 有这么大的用处 他看到你这样 清净随喜的 捐疏不失 看到你这种行止 内心感佩 由衷地赞叹你 也想跟你一样 也决定 人生要做一些 正向的调整 你看看 那是三十万买得到的 我们大家 很多同修 你心里 有没有改变 这么大锅 所以 布施的当下 有功德 随喜的功德 也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同修 布施的那位同修 也要多修随喜 随喜赞叹别人 不要见不得人家 不要总觉得 人家表现好 做善事 就对你有威胁 就超越你 就让你不能 专美于前 等等的 你随喜赞叹他 你随喜他 你福报越大 最后大家都变成 有福的人 什么是财神法 就是念财神咒 让世界上所有的钱 都来到我一个人的口袋 叫财神法 那当然不是 财神法是希望自己有钱 周围的人都有钱 而且都明白 什么是导致贫穷的原因 大家不要去做 都明白什么是导致 资财不予匮乏 富贵的因 大家都去奉行 所以变成 自他都是 富足隐瞒 那才叫一个财神法的境界 所以你自己做善事 你不随喜赞叹别人做善事 我如果听到 谁要做善事 谁要做什么 我都很随喜的 除非但是不如法 或者技术上要调整 我会跟他讲 不如所有人 你问我要去做什么好事 行吗 我当然行 赶快做 要不要算我一份 我常常会这样 那也算我一份吧 人生这么短 只有几十年 你能做几件善事 你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多 人生这么短 我相信在座已经有人 平常都在行善 日日行善 或者是分分秒秒行善 你都不要觉得自己做得多 都不要觉得自己做得多 因为人生太短 你做得不够多 所以真的在行善 他会想 他会开会 他规划 我要怎么去做善事 我要怎么去立他 我要怎么安排规划 产生更大这种善性的效益 让更多人获益 他会用心用脑在这个方面 那这种用心用脑 去规划思维 就是行菩萨道 就是行菩萨道 你看看 那是真的会修的人 他是善用此生 如果你都不会去想 也不想立他 也不去用心用脑 也不想付出 也不想规划 那当然你的善行就极为有限 极为极为的有限 那个人挡不了一次的车关 挡不了一次的烙塞 对不对 一次的这个病苦 一次的小车关 就把你这个善业 都挡掉 去挡这个结 挡掉了 都不够了 是不是 然后还老记得多年前 曾经做那一件小小的善事 那个善事是要一直做 一直做的 很多东西都要一直做 一直做 那布施一直布施 一直布施 到最后不就没有前布施 布施是带智慧心 理性的布施 如果你布施 你要修那种行像这个什么 极孤独长者一样 那这种 这种 修行的高手 他布施到一贫如洗 你说他捐了这个什么 经社给佛陀讲经说法以后 他做了这个大功德 当晚怎么样 天人就来给他们献花 拉着这个天上的马车说 我们要接你 怎么样 没有 两夫妻变乞丐 没饭吃了 你知道他多生累劫 贫穷的那种 余业未尽 他要继续修 等到这个贫穷的余业都尽了 好了 没有这种贫瘠的事情 那是真修的人 如果你要修这种行 我布施以后 我现在就变得拮据 我就不能花钱这么方便 我就告别了富裕 或者是小康的生活 那请你要想好 那时候的状况 你是不是能保持欢喜心 你是不是能保持正念 是不是要布施了以后 自己开始拮据 我最近怪怪的 看到人家布施都觉得 不要觉得那么多 比较好 你看像我现在都没什么钱花 你那心理已经开始变态了 你没有发现 你这布施 应该修这个心 更不受这些物质的捆绑 束缚 布施以后 不是得到这种利益 是得到心理变态 那你真是无妄之灾 所以你要做功德 希望你是由内而外 从正知正念的发心 去理解他的前因后果 他的发心的原理 他的这种效益 是不是你无所求 都能够平等看待 就是以清静心来看待 你是不是要修这种心 自己做一个决定 那话我再讲回来 那同修了 你这个有这种精神观众疾病 康复了以后 要继续修善 刚才讲的 每天要祝福别人 我觉得刚才讲第一个 前一个问题就很适合你了 你一定要这么做 第二 余夜未宵是真的 就是原亲在主的问题 还是有的 原亲在主的问题 我现在跟你讲 原亲在主 我不知道你什么名字 可是我跟你讲 我不会骗你的 我不会像有的人 他不知道他在那边假装 他知道装神弄鬼 我跟你说 我不会跟你乱讲 像你现在这个 就是还有冤亲在主 你自己要好好去解冤世节 解冤世节 在同时去发好的心念 祝愿 这样 相得益彰 一直发好愿 发好心念 冤亲在主没有解决 你会觉得修不动 很辛苦 就是老修 可是觉得怎么都修不起来 这样 因为那就好像 你在点那个什么 点那个火 点那个油灯的火 蜡烛的火 光点着 旁边就有一个无形的 就给你吹掉 又点着 他就 又给你吹掉 又奇怪 我怎么老点不着 我那个发心 怎么老点不着 那冤亲在主在 你怎么点得着 你还欠他 所以要低心下气 保持这样忏悔心 你常常跟他解冤事解 然后呢 同时在修自己心 那相得益彰 为什么 他去看 你这人又还他的债 虽然还没有还完 但是现在真的在修心 每天都规规矩矩的 就是 起好心念 说好话 做好事 希望天下无灾 希望众生都没有必要 现在大陆有地方水灾 希望这水灾 不要赶快平息 不要淹到老百姓的家 不要让任何一个人 丧失性命 你常常都要起这样好的念头 任何国家都一样 常常都要这样 那你的冤亲在主 看来会怎样 他本来晚上 还要来给你一个震撼教育 他就免了 你晓得吧 他就等了 等着你有能力给他还完 就好了 因为你真的变好人 所以我说相得益章在这里 要修生养性 要修这度量 尤其你这也要修度量大 随喜别人 我还举了布施 做柱子的例子 还有这个就是盖在前面那一点的 很适合你 就是每天起108个好念 句句把它念清楚 由心发出来说出来 不方便说就是发出来 好 来 接着也是台北同修 想请示终归上师 终归上师开师过 对三界内的事物还有执着 就没有办法解脱 那弟子疑惑 若是对世间的执着 这辈子没有修好 是否还是可以求代业往生 是否只要心愿形聚足 对于世俗的执着 还没有完全放下 并不会影响自己求生净土 恭请终归上师慈悲开示 那个世俗的执着 要越清越好 世俗的执着 有还是会代业往生的 但是呢 那就是有一个 就是你那个世俗的执着心 如果太重 重到你往生净土的意愿 他已经是不想往生了 有的人就希求净土 有人是希求会土 对不对 有的人修着修着都没有修出离心 不修出离心 结果就发现 希求自己的心 都在这个五着恶事 所以这莲花生大师有开示 如果你只追求自身的幸福和安乐 你将于无上佛道无缘 你只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安乐 就是我家 我的薪水 我的身体 我的女儿 我的太太 我的车 我的名声 我的利益 我的工作 都是这些 但是世俗五欲这些原境 都在你的相续之中 牵惨紧紧的捆绑 那你在学佛修行 你也是会追求这些 自身 自身 衍生出去的这个环境 你的家 你的亲人这些 你只是着眼在这些的利益安乐而已 那你就与无上佛道 就是无缘了 无上佛道 他都是不追求己身的安乐 都要回向一切的友情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对世俗的执着 要尽量的减轻 我讲这样子很多人听不懂 所以我后来就讲更白 更白 讲更白人家就不适应 但是我希望你听懂 你不适应你就把它记着 用纸包起来 回去有的时候打开看一看 听一听 我讲的就是说 世俗的执着你要减轻 我这一条一条讲 我们最常有的是什么 亲情 爱情 友情 对不对 不要深化 如果他会淡化 对不对 不要害怕他淡化 我们夫妻以前是谈恋爱 哇 大家都看电影 坐在电影院都还手牵手 他为我吃爆米花 我为他喝木瓜牛奶 现在都没有了 不要怕这个 你如果人的感情 或者人的那种 在一起的那种缘分 它有变化 你倒不用太害怕 你要让他拒异 要让他拒异 我跟太太虽然不像热恋的时候那样子 但是我们升华 我们现在都在彼此成就彼此的道业 只要他想修 他想消业障 我就支持他 只要我想修 要做什么 他就帮我做家事 帮我带小孩 我们就这样互相来成全对方 那就是升华 如果你有升华 你那感情也说会更无情吗 没有 感情是更坚固 但是它是那种不执着 大家要共成佛道的那种情谊 如果你的那种爱情 亲情友情变成这样 那是非常好的 那到最后的时候 人百年之后终有一死 终有一别 谁要先走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做好了 我到现在还要用最大的努力 再送你一程 我们西方极乐再相逢 大家都能充满政治正恋 而且不会特别的哀期痛苦 这就是修行带给我们莫大的利益 而且这不是自我催眠 你如果真的如法实修 它真的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西方极乐世界必定再相逢 那时候的欢喜 无可言喻 你们那种当初那个爱 才不是一生一世短暂的 到时候你们西方极乐再相逢 那就是永恒 那时候你们的相见欢 那超过人间的百千倍都不止 难以想象 我先讲感情的部分 感情不要深化 不要再去纠缠 不要再去那边 你死我活这样子 感情就是 淡了 让它聚意 淡了就是冤欠少了 比较轻松愉快 就是冤欠少了 像一般的朋友 有的时候想到十天八天 才给你传个line 传个回信 最近好吗 出门要带雨伞 谢谢你也是 又十天八天 又不联系 那没有什么冤欠的 对不对 每天在那边聊 聊得回去睡不着 他今天讲 那个是不是说我脸太圆 是不是说我腿太粗 又换回 我也来暗示他一下 传个胖子图给他看 那个就是有 那个看起来很有感情 联系很紧凑 有没有 那冤欠很深 大家都你死我活这样 在过日子的 所以比较淡然 那是冤欠少 但是说大事情 会不会挺你 帮助你 照顾你 会啊 你真的需要帮助 要去医院 要干什么 他要照顾你 会啊 那种情意不变 对不对 但是深化的那种 多余的那种 千禅执着 他已经淡了 那学佛就有这好处 还有这个金钱 我们一般讲情 再来讲钱 对不对 金钱要修布施 这是佛法跟你讲的 你就会减少财 跟情的执着 那其他就是比较 次要 比较支分的 你如果在人世间 情 你也过得了 都放得下 财 你也过得了 也放得下 我就很难相信 有什么还能拦住你 有了 比如说这个 面子 执着 民生 权利 你注重自己的形象 你就知道 哪里弱 哪里去修 把那里修好 等到你这些 都已经修好了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事 可以留下你 可以拦得住你 没有了 谁的子宫 你都不去了 对不对 你只有往西方 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现在 说要学佛修行精进 逐一的修 逐条的修 我们知道自己的项目 哪里比较弱 哪里要加强 逐条的修 它的用意就在这里 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有的人是口腹之欲 有的人是口腹之欲 因为口腹之欲 还要去杀生 喜欢吃鱼 所以要去买鱼 甚至要去钓鱼 新鲜的鱼 喜欢吃螃蟹 糟糕了 那你今生怎么办 人生几十年一下就到 你后面活着的时间 不一定能够跟人家 解冤事解 你看我们这放生会的人 各县市道场 国内外放生会的人 他在消自己的业障的时候 那放生 有的时候大放生 都好几次 所以你一生 能几次大放生 所以你余生 怎么跟人家解冤事解 所以就是要少造业 少造孽 你就这种断恶 修缮 这个要做扎实 不要这个也布施 感情也淡化 好像大象的都有修 有一个死要面子没修 爱面子没修 人家只要讲到我 我受不了 这个没修 这件事把你留下来 那好了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富贵的人 但是你又轮回了 我跟你讲 你一富贵 又难修 富贵人几个人要修 你说说看 富贵人家几个人要修行 富贵人大部分 年轻轻他造业 就已经不得了了 杀生 邪淫 或者那种 太多了 所以 今生就要赶快去承办这些 让自己有保障 让自己有把握 可以往生净土成功的事情 该解缘世杰的赶快去做 来 还有呢 接着是高雄同修提问 原众想要寝食尊贵圣食 他的父亲生病住院 他想要恭送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 回向给父亲 但是有一个医护人员告诉他说 他自己有敏感体质 能够感知轨道众生的事 所以不可以在医院恭送地藏金 因为轨道众生会前不后继来要功德 那诵经的人会扛不住 那原众也表示 有人告诉他 不能够在晚上恭送地藏金 因为冤金在主都会来要功德 其实尊贵上师 诵经是无比的殊胜 但是是否在医院或晚上恭送地藏金 会有这样的问题 恭请尊贵上师开示 《地藏经》是非常的殊胜吉祥 白天晚上深夜都可以念 在佛堂 道场 家里都可以念 在殡仪馆 乱葬岗 坟墓鬼屋也可以念 你的心要对 动机要对 比如说你去殡仪馆 去比较阴森恐怖的地方 你念地藏金好像要跟他对抗 你们不要靠过来这样 那不行 我就是念这部经跟你们结缘 希望大家利苦得乐 我能利也仅止于此 就这样 所以这地藏经很多的传说 都是对地藏经有误解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但厕所当然不能念 不恭敬的地方 夫妻房在念不恭敬 是不是 就是要这种恭敬 清净庄业的地方念 地藏经 这很多修显教的人 都把它当作消业 开运 招财的经典 为什么 他确实会消业战 他会把人家打开人家的运程 好运都会来 他确实给你招感柴源 而且他会避掉很多的天灾人祸 就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你要听敏感体质讲 我跟你讲 我最敏感 你听我讲 我超敏感 我不会骗你 他们都听我这样讲 有的都不相信 他们有的来跟我聊几句 他就知道我明不敏感 但你讲的那可能就是有阴阳眼的 有一些感应的那些人 对不对 或有一些灵媒 他们的感知 他有感知都是一知半解的这样的 他不是很清楚的 跟大家开开玩笑 但是我讲的都是正确的 地藏经非常的殊胜 念诵非常吉祥 而且功德很大 特别是名阳两立 利益留到友情的经典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演唱歌 还有